我就開始翻手機 然後看到很久沒有聯絡的人 問他今天晚上有沒有吃飯 就去蹭一頓飯 世元界失業蹭飯自表沒市場 12年前由魏斯利及世元界 組成的男團圓威覺醒 以夏天的風走紅 一陣年唱遍400多場校園 賣賣要三萬六千多張 贏潘瑋伯 不過是12年前的大哥 原以為可以一輩子 當歌手的世元界第三張專輯 就贏市場轉新 銷售下滑 團體解散 先前賺盡的百萬 也因買車幾乎堅定 只好滿心徬徨入伍 考了一個班長是當地營區班長 然後再考一個榮譽班長 我最後面對我薪水後三個月 我贏一萬六千八 我就是為了想要多一點錢 給給家裡 但推伍後 也依失業依舊出處碰壁 世元界再度陷入失業酒精 那我媽也知道 那她覺得她也不想要 就覺得不想說破我 我要有借錢給媽媽的家 生活費這樣子 所以我出去外面 我都是坐在 就是家裡旁邊的公園 除了打電話蹭飯 世元界也借酒交愁 比如說我打給她 我就說怪我自己 那我就是沒用嘛 我就是沒市場嘛 多虧熟人牽線 她逐漸轉型成演員 2014年還以我的自由年代 入圍金鐘男朋友 不過之後又有一年美戲拍了 甚至一度心力影響生理 體重飆升74公斤 拼命跑步報售剩59公斤 那台灣被關掉了這一扇門之後 在大陸開了另外一扇門 我也不曉得怎麼會這麼的剛好 就遇到了大陸的巨主 我是王振忠 高師大中文系畢業 來這邊實習 去年世元界節拍電影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飾演帶領偏鄉兒童 走出地震傷痛的老師 我說以前老師是一個團體 叫原味覺醒 你們有聽過嗎 幫我抬一下鴉雀舞 真的 娛樂動新聞 時代的眼淚 你自己有覺得 報導 多早